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剧讲述了明朝年间 张贵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把刚出生的公主和林夫人的儿子调包 从而引发了18年后的一些爱恨情仇的故事 在《火帅》中张婷饰演杨排风 容貌俏丽 情义双全 英姿飒爽 敢爱敢恨 刚柔并激 是全剧的灵魂人物 因为是烧火丫头出身 且随身武器是烧火棍 所以被宋仁宗封为火帅 她虽是烧火丫头出身 却有着传奇的人生 该剧讲述了杨排风德圣还朝 被仁宗皇帝封为火帅后 一波三折再立新宫的报国故事 在《花骨子》中张婷饰演张子晶花骨子 一袭粉衣造型搭配四只粉色的小蝴蝶 可爱又别致 在这部剧中 张婷继续扮演调皮搞笑的形象 扮演一位非常善良的妖精 让人感受到她演技的不俗之处 在《夜光神碑》中 张婷饰演悲仙小瑶 古灵精怪特别有灵气 额头的小辫子造型搭配仙气满满的丝带 美到让人心碎 剧中的她时而清纯可爱 时而古怪精灵 真的太讨人喜欢了 这个角色称得上是张婷的颜值巅峰 当然张婷最最出名的剧 还是和徐峥一起拍的那部《穿越剧鼻祖》 穿越时空的爱恋 在剧中的徐峥是一个呆萌的皇子 遇上古灵精怪张婷饰演的小丸子 两人之间的互动很是牵动观众的情绪 在当年网络并不发达的年代 可是创下了电视剧的记录 这部剧也让徐峥和张婷家喻户晓 知名度大大的提升了 虽然两人在电视剧中很是般配 现实里徐峥没有与张婷因戏生情 反而与张婷好姐妹桃红细节连礼 张婷与林瑞阳倒是走在了一起 两人的婚姻来得并不容易 其中牵扯的东西又非常多 只因为林瑞阳与张婷在一起的时候是有妇之夫 林瑞阳与张婷初次相遇 是在1997年的金色夜叉电视剧中 据说林瑞阳对张婷一见钟情 不过当时的林家已有美娇妻 林瑞阳虽然现在越长越惨 但台湾第一小生的称号可不是朗德虚名 年轻时候颜值还是非常俊美帅气的 正值二三十岁最美年华 又男俊女美 很快有媒体拍到二人牵手画面 人气正望的张婷陷入小三舆论 因为小三这个名头 张婷自我感觉非常委屈 召开了一场发布会 表述自己的委屈之情 甚至一度哭晕过去 被工作人员架着出去 为了体面走出这场舆论风波 张玲二人纷纷表示不会结婚 然而打脸的是2002年元旦 两人于台北订婚 之后结婚生子 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不知是否受婚姻影响 张婷的演艺事业好像出现了暂停 在穿越时空的爱恋后 再也没有非常爆红的作品 也因此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但是在此高调回归公众视线 不是因为作品 而是因为她的微商事业 在转行经商的明星里 张婷和林瑞阳夫妇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最近随着双十一的临近 张婷也开始了紧张的备战 11月9日 一位网友晒出张婷夫妇带员工逛仓库的视频 罕见曝光了张婷的豪华仓库内景 视频中张婷夫妇随意的坐在货架上 毫无明星和老板的架子 员工们都围在她身边听她俩说话 气氛十分欢乐 从视频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他们身后的货架上密密麻麻的堆满了各种纸箱子 当镜头转向仓库的内部时 场面就更加震撼了 据网友爆料 张婷的这个仓库里至少存放了价值40亿元的货品 他们都被整整齐齐的分别码在了五层高的货架上 当人们从货架下方穿行时 会感觉自己非常渺小 整个仓库的面积堪比一个大型的家居市场 非常惊人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 一层货架的高度要比张婷本人还要高 而根据张婷的官方资料显示 她本人身高1米64 那么每层货架即使是按照1米6来估算 整个五层货架的总高度也超过了8米 而这种大货架布满了整个仓库 除了存放的货物多 张婷的仓库也非常智能 货品的上下架分减打包分类 都是靠工人们操控机器来完成的 自动化程度极其高 看到这里不得不说 张婷的这个仓库也是大得有些超出大家的想象了 而实际上张婷并不只有这一个仓库 她在全国各地至少有7个这样的仓库 当初直播界当之无愧的顶流威亚 其实层楼的商业帝国曝光时 就已经让人受到强烈的冲击 除开办公区域 威亚的仓库就仿佛一个大型超市一般 货品期权琳琅满目 没想到张婷的仓库竟然比威亚的还要夸张 虽然做自己的护肤品牌 直播带货对于张婷来说只是副业而已 但她也是认真对待相当拼的 根据她员工的爆料 就在张婷带员工们逛仓库的前一晚 她还直播到了凌晨三点 隔天一早 她又带着员工们来仓库查看发货进度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拼命酸娘的精神 才让张婷在副业上也是干得风生水起 赚得盆满钵满 张婷自创品牌仅6年时间 身家早已超过1500亿新台币 余合人民币350亿元 2018年张婷名下的贸易公司 更是以21亿元税款成为了上海市的纳税大户 还因此获得了政府颁发的纳税最高奖 之后张婷的老公还在她生日时花17亿 买下了上海黄浦江边的新大牢 送给老婆当作品牌总部 尽管外界对于张婷的护肤品品牌 褒贬不一 但不得不承认 他们夫妇的袭击能力确实强大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有想说的观点 可以关注全内娱乐 我们一起在评论区聊聊 下期见吧